东施孝平 春秋时代 越国有个美女叫做西施 西施有胸口痛的病 病发作的时候 她会捧着胸口皱着眉头 村子里有一个丑女子叫做东施 她觉得这个姿态很美 于是也学西施的样子 捧着胸口皱着眉头走路 她自己以为很美 其实这样一来却更显得丑了 连行人看见了都躲得远远的 后来人们用东施孝平这个成语 比喻不恰当的模仿带来相反的效果 对牛弹琴 古时候 有一个人琴弹得很好 一次 他对着牛弹了一段曲子 希望牛也来欣赏他的技巧 曲子虽然很好听 但是牛却丝毫不理会 只顾埋头吃草 这个人没法 只好摇摇头叹了口气 对牛弹琴这个成语 比于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 也用来讥笑说话的人 不看对象 复经请罪 战国时 连坡和令相如同在赵国做官 令相如立了大功 被封为上亲 官位比连坡大 连坡不服气 扬言要当面羞辱令相如 令相如为了国家的利益 处处避让 不与他相斗 后来 连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感到十分惭愧 便脱掉上衣 背上经条 到令相如家里当面请罪 复经请罪这个成语 用来表示向别人赔礼 认错 公亏一窥 从前有一个人 打算修建一座土台 他辛辛苦苦地挖土 搬土 费了很多功夫 眼看土台快要修建成了 可是到了最后 只差一窥土的时候 他不愿意干了 土台最终没有修建好 公亏一窥这个成语 被人们用来比喻 事情即将完成 却不能坚持到底 含有惋惜的意思 故不自封 从前有一个人 想到很远的地方去 可是他举起步来 总是在老路上转圈子 走啊走啊 算起来应该已经走了 很远的路了 可是一看 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老地方 故不自封这个成语 比喻一个人 老是停留在原地 安于现状 不求进取 寒沙摄影 传说水里面有一种虫 名叫玉 它头上有脚 背上有甲 没有眼睛 长了三只脚 有翅膀能飞 嘴里有一个像弩一样的东西 如果听见人的脚步声 他就用嘴含着细沙 朝人射来 人或者人的影子 要是被射中了 就会生病 寒沙摄影这个成语 用来比喻 在暗地里对人进行诽谤 重伤 狐夹虎威 老虎在山林里捉到了一只狐狸 要吃掉它 狐狸连忙说 你不能吃我 我是天地派来统治百兽的 你要吃了我就违抗了天地的命令 你不信就跟我到山林里去一趟 看百兽见了我是不是都很害怕 老虎相信了狐狸的话 就跟在狐狸的后面走进山林 百兽见了果然都纷纷逃命 老虎以为百兽真的害怕狐狸 而不知道是害怕自己 于是就把狐狸给放了 狐夹虎威这个成语 用来比喻 倚仗别人的势力去欺压人 或吓唬人 有一个医生向人介绍枣子的性能时说 枣子对人的脾脏有益 但是对牙齿有害 旁边有一个人听了以后就说 我有一个好办法 吃枣子的时候不用牙齿嚼 一口吞下去 这样不就可以利用它的益处 而避免它的害处了吗 以后人们就根据这个故事 把读书或理解事情不加分析 笼统地接受下去的行为 叫做狐狸吞枣 三国时代 魏国的皇帝曹瑞 准备选拔一个有才能的人 到朝廷来做官 曹瑞对他的大臣说 选择人才 不能光找有虚名的人 虚名好像是在地上画的一块饼 只能看 不能解决肚子饥饿的问题啊 后来 人们就用画饼冲击这个成语 比喻用空想安慰自己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画龙点睛 南北朝时期 有个画家叫张森游 有一次 有一次他到一个寺庙去游玩 在墙壁上面画了四条龙 可是都没有画出眼睛 看画的人觉得很奇怪 问他为什么不画出眼睛 他说 眼睛是龙的关键 画上眼睛 龙就会飞走了 大家不相信他说的话 张森游拿起笔来 刚给两条龙点上眼睛 立刻电闪雷鸣 两条龙飞向天空 墙上只剩下两条没有画眼睛的龙 画龙点睛这个成语 用来比喻讲话或写文章时 在关键地方 加一两句重要的话 使内容更加生动有力